嘿大家好 嘿大家好 我是Otchun 那如果有拿到阿牧的玩家 我強烈的建議好好練起來啊 因為我阿牧已經連勝20幾場有啦 但是今天之後打一打就輸了 但是在這場之前 再連勝20幾場 但這中間包含了很多的匹配賽 我給自己練好阿牧的一個目標就是 我要在匹配賽至少先打50場熟悉一下 因為這角色真的需要熟悉 然後50場之後我才會去打排位 那這場已經是排位的 大概開始了兩三場了 那目前而言呢我覺得操作起來 我還是有很多進步的空間啦 但是就是慢慢的熟悉越來越熟悉 那一開始先讓隊友去拿助攻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累積能量速度會比較快 那這場我隊友要池上 所以我遇到池上假設要換防的話 我就會盡量傳球 或者是使用這個騎馬射箭 而且要繞過他 那這個池上感覺是有點一些技能的 他有騎馬射箭或什麼的 那我這邊出手的話 池上沒有嚴重干擾 但很可惜被干擾到 籃板球被赤木抓一下 這時候先守好藤真再說 那面對到藤真 我覺得非常比較好打 原因是藤真只要用突破 我就可以馬上把他球抄掉 那藤真就變得只剩下變化跳投 但變化跳投 基本上你只要差不多拆得到位置 你就可以直接把他給扒下來 難可惜在前面的魚柱瘋狂強版 那這場的版是平手 沒有贏也沒有輸 那為了盡量突顯出自己的操作的那隻角色 我以後影片會盡量選擇 比如說籃板球輸的 或是籃板球是差不多的 讓大家不要覺得說 好像只要靠籃板才能贏 或怎麼樣 那目前是有大招 藤真是敢突破 就敢抄解 然後他居然直接三分線拔起來 哇籃板終於到我們這邊 哇這邊沒人防守 一個wide open的機會 那我跟大家講 我木木的 不是木木 那差很多 阿木的天賦是210 那我到目前為止 阿木的中頭只要空位 基本上沒有掉出來過 到目前為止 大概 八七八十場 那這邊就是有一個大失誤啦 哇這一球 還好是2分啦 沒有3分射進去 那前面的狀況是這樣 因為我看到櫻木 被魚柱騙起跳 所以呢我選擇去補防魚柱 結果剛剛就漏掉藤真 還好藤真剛那一球沒有拉滿3分啦 不然的話我就GG啦 好這次上對位我 所以我就把球傳給流川鋒 讓流川鋒去進攻啊 那我們選擇另一個角色呢 你要記得阿木為斧 那另外一個 的這個隊友為主 就由他來做一個主要的進攻位 那你呢就負責 防守跟這個傳球就好 好那盡量呢 不要貼離藤真太遠 不然他後仰會跟不到 那像在這個位置阿 我覺得池上是一個很好的進攻機會 如果藤真發現的話 池上可以做一個假動作 然後往後後仰 但是他池上好像 嫩了一下 不然是剛直接跳腿不錯 導致了這個籃板球 掉在我們手上 那大家要記得 池上不是不會被晃倒 而是不容易被晃倒 因為他有加那個抗晃倒率15% 那池上還是可以被晃倒 大家記得 好那這個流川鋒 這個位置拉得很漂亮 一幕也有幫他擋到 雖然說稍微干擾 但球還是近 那這一球又讓我賺到一個助攻 我現在能量已經滿了 這個藤真再不用突破 我受不了阿 搶到啦 我就抓他突破那一瞬間 那再把球傳出去 這一來一往 我跟你講為什麼那麼喜歡用防守 因為一來一往就是4分差 你看剛本來他順便可以得到2分 結果被我直接抄掉 那這時候我在抓藤真的突破 他不敢用 他直接用這個變化速投 那我就盡量黏著他 如果說阿 像這個能量滿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去 才會進攻 才會用帝王意識進攻 不然覺得 我知道 他滿在那邊很可惜阿 那我教大家一個小訣竅 面對池上的時候 他在左邊你就往右邊騎 他在右邊就往左邊騎 在你正前方的話你就不要騎 這樣的話比較能夠 不要被他干擾到 因為假設不被他干擾到 他的隊友可能會來斜防 那包捷了一點情況下 你就有機會用帝王搶頭 因為像面對池上的時候 你就算騎馬射箭 他不蓋你 他也可以嚴重干擾你 所以帝王搶頭反而用不出來 那像現在我的大招滿 所以就決定用個帝王搶頭 果然魚住上當阿 魚住在這個時間點 加上他的火鍋沒有很多 所以我猜他大概沒大招 但這個再晚一點 我可能就會用帝王傳球 哇這個藤真 這樣也可以投到三分球 也是厲害阿 那還有另一個情況下會進攻 就是我們 分數領先蠻多的時候 我也會把這個大招拿去進攻 比如說像現在呢 我就會往內線走 哇漂亮就魚住跌倒 我跟你講在面對池上 你要進攻就是騎馬 那要看他的位子 那不然的話就是去底線晃他們家的中鋒啊 那如果你要不被晃的話 你中鋒就有可能要起跳起來 那你跳起來的話 他傳球給他的隊友 那很有可能就會被 呃得分 那在時間越來越後面的時候 阿牧假設你對到池上的話 你在晃的過程當中 我就盡量不要是想要去晃晃對方 然後去投球 而是要晃晃網 就是晃 就是在這個 一閃或是反閃的時候傳球 因為這樣的話 他才超不到你的球 好了 我跟你講 Hunter要來啦 我要狩獵對方的魚住啊 來吧 你這個玻璃角 一閃兩閃三直接晃上籃 這蓋不到啊 因為啊這個像這種 快速上籃 基本上籃下中鋒 才比較有可能蓋得到 那這邊藤真又投出了另一個三分球 一看就知道歪掉 櫻木搶下第五個籃板 那我現在身上大招還有兩顆啊 我在想等下怎麼進攻 哇 結果縮時時那時快啊 池上直接把我的球給抄掉 拿去做鱈魚便當啊 哇 這一球呢 池上有一個wide open的機會 去 哇 其實分數還是沒領先太多 還是一直維持在5分7分差啦 那現在的話我們櫻木呢 是有大招的 所以呢 這個等一下球最後啊 回到他手上就沒問題 但如果中間有人跌倒 我還是可以嘗試看看 那現在時間剩下8秒 差不多櫻木大招開起來 魚住沒有大 魚住沒有大 那就表示說呢 他等一下很有可能會有大招 所以在用帝王牆頭的時候啊 可能就要改成帝王傳球 要特別小心啊 好 藤真這個出手 走到干擾 櫻木搶下第六個籃板球 那大家注意喔 假設你要在這個位置 用一閃加上騎馬的話 他的距離會是比較遠的 所以你看魚住這邊大招跳起來 他在底線的位置 他跳起來根本就抓不到我 那 如果假設我故意要去騙他大的話 我就會往內說 然後呢 去做帝王分球 他這場呢可以感受到 藤真其實打的綁手綁腳 因為他被我抓到一次突破之後啊 他就變得很慫啊 你知道嗎 他不敢用突破啊 那本來就是這樣啊 因為我身上的帝王意識一直是滿的 我自己呢又沒有 帶那個帝王牆頭啊 不是帝王牆 帝王蓋帽 所以我沒辦法去蓋其他人 不然的話 我是很想去蓋其他人啊 那這邊藤真有一個空位的機會 不過沒關係 反正我們領先9分啊 後面就可以稍微比較輕鬆打 輕鬆愜意啊 你看帝王意思啊 滿出來啦 那這邊呢帝王傳球 騙大招 順便練一下 帝王 結果呢 在對方慈上面前啊 投球啊 大家記得像這種騎馬 也是會被慈善蓋掉的 所以 慈善在你前面的時候不要騎馬 那但是慈善假設在偏你右邊一點點 或左邊一點點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往另一邊晃 基本上慈善是跟不到的 他的那個散生風味啊 是跟不到的 如果你馬上接騎馬的話 他是跟不太到 但你就是要注意 對方有沒有可能在前面啊 要去攔截你 好了那這一場呢 可以看到籃板球方面啊 我們就是6顆6顆 也沒有贏太多沒有輸太多 那來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一個借鏡啊 你在這個玩一場比賽的時候啊 你一定要啊 先去一般場去練習一下 也不要直接到排位去練腳 你可以看到我的阿牧啊 呃這樣算起來 反正大概就是連贏了快20場 20場20多場 那我自己知道阿牧這個角色本來就很難玩 所以呢我會有事沒事的時候 就會去訓練場 自己給自己訓練個20分鐘 就是比如說我在看電視啊 我就手機拿過來 然後去找那個魚豬出來 出來竟魚豬啊 來啊竟魚豬出來啊 魚豬赤木來啊 然後就在那邊練這個那個帝王三分啊 或是帝王上籃 對因為阿牧這個角色真的是需要一些肌肉記憶啊 因為他倒地的瞬間啊 你就必須判斷了 我現在是要三分 還是我要繼續多按兩個鍵 然後去打這個帝王上籃 那當然帝王三分是最賺的 還有呢像超劫的部分 這個你必須要集中精神 因為超劫這個東西 雖然看起來是比較簡單 但是只要他一過 或是他是那個轉身投籃的 那你就很難超到 你沒有在他轉身的瞬間超 基本上是超不太到的 好啦那就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就是多練習 這個角色真低難 真的是要花時間練習啊 那記得去一般場好好練一下 練完之後覺得沒問題呢再打排位 好啦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